深夜十一点多 大楼外出现陌生男子 一个弯腰钻进栅栏 随后又快步离开 半小时后 男子再度出现在停车场 开走五百多万的豪华休旅车 车组控诉 这偷车贼 就来自北市大同区 一家租赁车行 被车行扣车又扣牌 有一位投诉人 平时从事机场接送 贷款五百多万买车后 向车行依法靠行 但五月底 对方却偷偷把车开走 原来是因为双方有债务纠纷 欠车行的 加上在外借的 零零总总约六十二万 本以为还清后 爱车就能回家 但对方却有新规定 这个要一台车的三十万 两台车是六十万的保证金 然后两台车要装GPS定位器 然后合约素要两个都要重写 才可以把车子还给我们 投诉人直呼不合理 但现在大牌被拔走 生意也没得做 让他准备提告车行侵占及窃盗 而车行则反驳偷车 反控投诉人 不断拿车在外借钱 搞得债主找上门 目前已经请律师 一切都交由 司法处理 三星和合梦九条 先不等